这是七匹狼围攻棕熊母子的真实画面 母熊惨遭狼群围殴 为了保命一路狂奔 两个幼崽已经不见踪影 恶狼还紧紧跟在身后 母子三人能成功逃出野狼的包围圈吗 眼看冬季来临山里气温骤降 母熊带着幼崽离开洞穴一路奔袭 这是他们今年最后一次觅食了 他们必须在下一场大雪来临之前 囤积足够的脂肪和食物过冬 两只幼崽刚出生不久 跟在母熊身后摇摇晃晃跑起来 有些吃力 母熊计划到河里捞些鱼 给孩子补充营养 再带回家囤着过冬 母子三人漆黑壮硕的身影 在雪地里十分显眼 母熊见没危险 正放慢步调陪着幼崽晒太阳 殊不知早就被身后十几只绿油油的眼睛盯上 看着肥瘦的小棕熊 狼群馋得口水直流 狼王再也等不了了 一生狼嚎所有野狼一拥而上 把棕熊团团围住 五六头野狼朝母熊发起攻击 不停地挑衅撕咬 让母熊难以招架 只能不停挥舞着熊掌防御 小熊哪里见过这么大的阵仗 吓得掉头就跑 却被狼王当场带了个正着 他们这趟的目的就是两头小熊 母熊回头一看 很快反应过来 把幼崽护在身后 小熊崽尚未成年 唯一的依靠就是亲妈 被字牙咧嘴眼冒绿光的野狼 吓得瑟瑟发抖 狼群在草原上早就恶名远扬 凶狠毒辣 但凡露面都是团队作战 一旦锁定猎物 绝对不肯轻易松嘴 但棕熊也不是好惹的 七匹狼太狡猾了 打不过就耍心眼 把八百斤的大棕熊骗走 屠杀小熊 狼熊大战现场惨不忍睹 野狼仗着兄弟 多把棕熊母子牢牢困住 但棕熊也不是吃素的 八百斤的体重战斗力相当彪悍 宽大的熊掌就是致命武器 一巴掌就能干折一棵大树 野狼虽然伸手矫健 但体型消瘦 不慎挨上一下不死 也得脱层皮 可幼崽是母熊最大的软肋 面对狼群挑衅母熊 只能左折右挡 保护孩子不受伤害 就这样双方僵持了半个小时 也没有结果 狼王看着胖乎乎的熊仔 十分眼馋 到手的猎物 怎么可能轻易放弃 狼群耍心眼 使出车轮战来回 偷袭消耗母熊体力 母熊来回防御时刻精神紧绷 生怕哪个孩子被抢走 一个人对付狼群都很吃力 再加上几只幼崽 几十个回合下来 母熊已经累得精疲力尽 行动缓慢 体力不济 只能咬着牙苦苦支撑 狼王一看时机来了 让五头小弟一起出击 吸引母熊的注意力 火同母狼乘机把小熊拖走 两头野狼鹰狠毒辣 连幼崽都不放过 一口咬断小熊脖子 就扔到一边 母熊中了吊虎离山之计 一回头发现 孩子没了急得团团转 看到幼崽已经遇难器的火冒三丈 一巴掌拍断一头野狼的脊梁骨 抱完仇掉头 就打算逃跑 没想到这群贪心的猛兽 就没打算放过母熊 狼王带头开战 母熊没了软肋 开始疯狂报复 真正的大战终于爆发 八百斤大棕熊被野狼围攻 幼崽惨遭狼王屠杀 母熊为了报仇单挑狼群 最后究竟鹿死谁手 刚刚经历过一场车轮战 母熊体力严重告急 不停地喘着粗气 才几个月大的幼崽被狼王屠杀 母熊强撑着身体 发誓要为孩子报仇 开始发起疯狂反击 累了就坐在地上一边休息 一边防御狼群的进攻 狼王贪心不足 把母熊也当成了盘中餐 冰天雪地里 母熊惨遭狼群包围 一条七的群殴大战 需要巨大体力 狼王就打算把棕熊活活耗死 到时候八百斤的大体格 绝对够狼群支撑一个月了 几个回合下来 棕熊类的双腿打颤眼冒金星 他知道在这样下去 迟早会被捕杀 必须尽快突围往林子里躲 几十米出的山林 是母熊唯一的机会 他边打边跑 朝森林边缘不断靠近 狼王看穿了母熊的心思 带着小弟发了疯的撕咬拦截 只可惜棕熊虽然块头大 容易被敌人发现 但厚厚的皮毛如同防弹背心 野狼的牙齿很难造成致命伤害 对棕熊来说无异于挠痒痒 终于爬上山 棕熊一路狂奔跑的飞快 狼群却停住脚步 不敢再往前一步 不甘心地转头离开了 要知道刚才是平原环境 开阔没有障碍 简直是狼群追击和捕杀猎物的 黄金场所 一旦进了山树木林立环境复杂 野狼的优势就成了短板 就算数量占据上分 也很难取胜 而棕熊是森林霸主 不但能爬树 在山林里更是活动自如 能利用地势随时逃跑 THAT 中文字幕——YK